好现在台湾的大选不到20天了 而我们来看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呢 最近其实他也谈到了台湾的问题 而另外国台办则是连番的抨击哦 说美国签署的国防授权法案 说这是毁台法案 真正的介入了台湾的选举 毛泽东130岁名誕当天 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纪念座谈会 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言 谈到两岸问题时重申 坚持一中原则和九二共事 祖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 要坚持贯彻新时代 党解决台湾问题的总体方略 坚决防止任何人以任何方式 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 面对现今两岸官方互动降到冰点 台湾大选又进入倒数 两岸紧张关系会不会擦枪走火 进而掀起台海战争 成为国际关注重点 民进党总统候选人赖清德 日前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说到他当总统两岸 发生战争的风险最低 因为他的路线最正确 对于这样的说法 国台办做出回应 赖清德作为民进党单局的 同面人物 自许台独工作者 却说自己单选风险最低 你们信吗 台湾民众会先信吗 我看连他自己都不会先信 除了痛批民进党 国台办也指责美国 涉及扩大美台军事合作 为台湾军队建立全面培训计划的 国防授权法案 才是介入台湾大选 在两岸经贸互动方面 大陆日前已经终止台湾12项石化产品的 ECFA关税减让 洛委会对此表示 是政治操作目的是借选 国台办则扬言 如果民进党坚持台独立场 将支持有关部门采取进一步措施 TVBS新闻程序医林敏珍 北京采访报导 好不知道大家喜欢去KTV吗 如果喜欢去KTV 可能是不是表示 我们有一些年纪了呢 为什么这样讲呢 因为现在呢 80后90后的人长大了 KTV现在在大陆 可以说是市伪了 越来越少的店了 那现在比起去KTV呢 年轻人更喜欢做什么 他们喜欢看直播 刷短影音 甚至打游戏来消磨时间 甚至线下的社交娱乐 也可以玩桌游 剧本杀根 密室逃脱等等的 这一些呢 都大大的分流了 KTV的目标消费群 你还去KTV唱歌吗 北京的年轻人怎么回答 现在就是可能 去夜店酒吧会好玩一点 热闹一点 密室逃脱 剧本杀 现在年轻人都比较喜欢 因为比较刺激 比较好玩 曾几何时 风靡一时的KTV 不再被年轻人宠爱 当市场兴盛时 可是吸引了大批资本涌入呢 KTV除了它的社交属性 被互联网取代之外 我觉得如果从音乐角度上来说 那它的草根化和平民化的 这件事情 也被互联网这件事情给取代了 根据大陆一家爱气茶的资料 大陆KTV从近六万八千家 剩下了两万六千九百一十七家 大部分处于登出或者是解散状态 存活率约百分之四十 再看另一组数据 大陆天眼查资料 卡拉OK过去有九万家 目前只剩下了一万七千八百一十家 存活率约百分之二十 剩下都倒闭了 包括你还可以在线上K格 对吧 你这两个人可以到直播间去PK 你俩都去争取粉丝 就这些其实会看到 就是这个KTV的元素 或者说它的这种生命力还在 但是它的这种载体 发生了很大的变迁 2014年大陆爆发了KTV版权问题 光一家KTV一年被追讨了 八亿人民币的版权费 大量热门歌曲被迫下架 加上商铺租金一涨再涨 关键是KTV涨不了价 还得面临消假竞争 加上手机的分流 生活方式改变 线下的社交娱乐多元化 让KTV不再被大陆年轻人喜爱 TV别新闻 陈世玉 林敏珍 北京报道 在大陆呢 代理孕母虽然是违法的 但市场依旧是非常的庞大 大陆记者深入的 来到了代理孕母的非法产业链 发现里面其实很多年轻的女子呢 愿意成为捐卵者 只是因为需求量很大 所以其实代孕的业者 甚至还会依照女子的长相 身高甚至是学历来标价贩售 大陆记者在百度搜寻引擎 K上了代孕两个字 竟然就有代孕公司打电话给他 他惊讶不已 一年一个公司的话 一千多历史远头 为了深入调查 他依照指示 从河北的石家庄搭击到广州 找到了从事地下代孕的灰色产业链 包括民族都可以定制 供卵者的身体检查报告 代孕机构还会拉一个VIP的服务群随时解答 确保没有基因遗传疾病 你说的那个有的找卵子花到几十万的是找的模特儿吗 有些说他有些人花他找的是那么千华 北大那些家里也经特别残大的那种 代孕公司依照供卵者身材 长相学历是否与买家见面等分等级 如果是当面捐卵 代孕公司甚至可以让捐卵者留下了指甲或头发 后面孩子生出来 我们可以做那个亲子鉴定的一个比对的 那这个的话就是费用是在七万 代孕公司称在这个市场做了几十年 北京 浙江 杭州 湖南 长沙 广东的广州 共开了四家分公司因为需求庞大 二十到二十五岁的年轻姑娘 她的一个是卵子的质量好 还有一个是数量多 业者称两年内包成功 价格是四百万台币 双胞胎要加四十三万台币 由于生育压力大 加上不孕人数增加 使得大陆的代孕等非法辅助升值技术 始终有市场难以根据 TVB的新闻 肖明镇 陈向如综合报道 好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万里长城光是盖这个 到底花了多少钱呢 我们今天带大家来看 不过我们要先介绍 中国观察我们邀请到资深特派记者 陈向如来到现场帮我们分析 向如姐好 欣欣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 我们刚刚有问到 大家知道万里长城盖起来 要花多少钱吗 现在中国大陆他们发布了一个 超级工程研究 这个里面他们就筛选了 古今中外大约有六百四十三项的工程 来分析像是万里长城 其实他耗资了至少 十万多亿的人民币才盖好 而这个超级工程研究呢 其实他们花了五年的时间 几乎就是证明说 近代现代中国大陆 是以工程立国的 这样子的一个论调 那我们讲到工程立国 我们还要再问问大家 知不知道现在全亚洲 最大的火车站在哪里呢 就是在广州的白云站 我们来看到的这一张图 它其实已经在12月26号 也就是昨天正式营运 而这个广州的白云站 它是亚洲最大车站枢纽综合体之一 它是战层融合 我们看它的外形看起来呢 就像是一朵盛开的木棉花 而且他也强调说这一个车站 它是智能化数字化的建造技术 非常的科技化也很便利 旅客也可以很临时的改迁 也有站内导航 那我们想要请教向如姐 这个白云车站这么大 全亚洲最大 它盖起来的时候 是不是也有一些 比较特别的建造手法呢 没有错 而且你刚刚讲的那个白 就是它所长的那个样子 说实在的话 如果是像那种四四方方的建筑物 通常都会比较好建 但如果呢 你长的是这种比较不规则的话呢 那么它的建筑物的话呢 就会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技术 那他们就号称了这一次的时候呢 广州白云站呢 它这个花瓣的造型哦 因为它的钢结构量很大 然后呢它的接点很多 然后呢悬挑很远 还要面临的交叉作业哦 因为呢 它其实还有的就是路线施工的 防护要求很高 以及呢高空作业的风险很大 这一些困难点 那他说呢 这是大陆第一个就是使用大规模机器人 来进行施工的一个铁路工程项目 好来看一下呢 他用了哪些机器人哦 包括了什么 包括了无轨道全位子爬行焊接机器人 还有地面整平机器人 还有地面抹平机器人 地下室抹光机器人等 在内的18种的智慧型的机器人哦 而且呢他们说了 有一种号称是高个子的混泥土智慧 随动布料机的进行 好他说呢 这个机器人的话呢 原本的时候在这个操作面台上面 需要三个工人 但是因为有了这个机器人以后呢 他只需要一个工人呢 就可以完成哦 除此之外 例如像地面整平的机器人呢 他能够达到的 也就是大陆国家级的毫秒级的 也就是不分 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差距 就可以把地面的整平的非常的好 那当然了 刚刚所说的这一切呢 都是需要网际网路的发达 大数据还有人工智慧 以及移动通讯 云计算 还有虚拟现实这一些技术 共同配合才可以 是没错 哇现在真的科技在进步 就像向武姐刚刚讲的 本来要三个工人完成的 现在可能只要一个工人 然后搭配机器人 或者是一些科技化的技术 其实就可以完成了 这里让大家应该会有机会 就想要去这个广州的白云车站 来看看吧 如果有看到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有机会 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哦 那接下来来看到我们知道台湾 先前冷气团寒流才刚过 中国大陆在上周也非常冷 很多地方都下了大雪 但这一周呢 他们气温也慢慢的来回升了 不过他们现在就有气象专家 就提醒了 明年可能会是中国更热的一年 但大家可能很难想像 毕竟在今年呢 北京已经创下了1951年来 12月最长连续低温的记录 而且在河南 也是1961年以来 最冷的12月中旬 甚至在山东烟台 还有威海他们这里暴雪 积雪的深度也破了历史记录 这些很多都创下来 非常多的记录哦 但是我们知道说 像刚刚讲到 这个有专家就说 在这个明年呢 圣阴现象的关系 可能会让极端气候更加的频繁 那我们讲到极端气候 大家可能会觉得 哎好像感觉不太知道 到底会造成什么影响 我们就要来举 上一次极端气候 圣阴现象 其实就是在2015年到2016年 当时就造成长江中下游地区 区域型的大洪水 而且当年也是到现在为止 全球温度最暖的一年哦 那我们想要请教 上如姐哦今天今年这么冷啊 明年如果真的是极端气候 大陆有没有可能出现 哪一些灾情 对大陆又会造成什么影响呢 嗯会哦 你知道吗 像今年7月份的时候呢 入浮的时候 今年的浮天呢 可以说是大陆最长的 达到了40天哦 那就显示呢高温其实是避免不了的 在这种极端的恶劣天气情况底下 好那么呢 极端恶劣的情况底下的话呢 跟你我比较息息相关的 应该讲说的就是粮食的作物了 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哦 那就是呢 我们先来看 那就是呢 如果你今天的话呢 是一个很很热的天气的话 那你会造成的是农作物品质的下降 再来的话呢 就是作物减产 甚至呢是什么绝收的情况哦 在今年的时候呢 中国大陆因为天气呢 太过于热的情况底下的话呢 就有地方他们的稻米产量呢 就会减少 而且呢 主要是那个稻税 它在生长的时候呢 如果温度太高的话呢 它的结税率呢 就会下降哦 很多都属于空包蛋 再来一个呢 那就是 哎干旱 也有的时候也会造成的暴雨 毕竟是极端天气嘛 那暴雨的话 你产生了洪水 第一 你会冲走的土壤 土壤上面的作物呢 当然没有办法幸免于难 还有你会破坏了农业的设施哦 例如灌溉系统还有农舍 那么再来还有什么呢 好 再来的话呢 那就是天气太热会造成的干旱 好 太热跟干旱 这就是两种情况哦 那干旱的话呢 你会造成的土壤干旱跟缺水 那当然一样也会影响到的 你的稻米的作物的生长 还有发育哦 好 那就像现在的时候呢 又加上天气极寒 那农作物一样会冻伤 然后呢也会有死亡 一样农作物的那个设施的破坏 也是会非常严重 更何况我刚刚所说的这些 还没有包含台风 飓风还有霜冻呢 的确哦 这个如果又加上原本就有的台风 飓风还有这个下雪 如果又加上极端气候的干旱 真的对于这个农作物影响 会还蛮大的 像很多观众朋友也都听到说 明年会很更热 都觉得很崩溃哦 那当然了还是希望这个大家环跑一点 也许这个声音现象全球暖化 大家可以慢慢慢慢的 比较没有这么频繁 好那我们也非常谢谢向如姐 今天来到节目现场 帮我们分析 谢谢向如姐 谢谢心意 谢谢大家 好另外我们来看到 我们刚刚讲到 最近中国大陆天气慢慢的回升了 所以就在大陆南方 他们原本有在高架桥上呢 有一些冰锥就融化 那坠落呢就砸到了路过的车辆 一根结冻的冰锥从天而降 砸在挡风玻璃上 驾驶被吓了一跳 由于力道不小 硬仅该擦伤 已经请保险处理 近期大陆气温回暖 之前高挂在高架桥上的 结冻冰锥开始融化 当地政府纷纷提醒 路过的驾驶注意 另外一起融冰危险 则发生在浙江温州 一处无人维护的景区 游客闯入后掉入了冰部内 之前这处废弃景区 树立了警告牌 事后将围起来 避免游客再误闯 而寒潮来袭 大海化身为冰雕湿 只见荷叶般的浮冰 随着海水起起伏伏 精巧别致 在寒冷的环境下 海水中的水分会凝结成冰 形成如梦似幻的冰海器官 隆冬时节的奇景 还发生在新疆伊犁 一处大峡谷的玉湖 出现了冰炮器官 冰炮是因为气温下降 冰风速度过快 湖底斧子质 在微生物的分解作用下 释放出了甲烷等大量气体 在上升的过程中 被锁在了冰层之中所形成的 而潜塘江出海口 则出现了潮汐树的景观 它是潮尖带地貌中的一种奇特现象 近期大陆北方气温波动回升 南方则持续升温 TVBS新闻肖明镇 陈向如综合报道